新征頭 民主派有紀元大將 福六壽跟記者說民主派在特首選舉準備如何提名和投票 福六壽至於誰是福 誰是六 誰是壽 就由你聽完我們的分析自己決定 所謂福六壽就是年初一行山中了頭獎 入醫院逢了針的莫乃光 另外還有會計界立法會議員梁繼昌 以及公民黨的法律界立法會議員郭榮鏗 他們三位福六壽跟記者說民主派坦白說 都決定很大機會提名胡國興和曾俊華 大部分傾向 看看是誰 這個就這樣說其實都有少少媽媽是女人 但怎樣才會令他變成新聞呢 就是郭榮鏗就在說提名不等於支持他 即是可以提名一個人 但投票的時候就未必投給他 提名和投票還可以分開 這件事很複雜 其實就一點不複雜 我試一下用一個比喻來說 所謂在政治世界 有人說政治就是最髒的地方 都是的 最髒的地方 日本人甚至乎說 就是走進去妓女的子宮 很恐怖 日本人真的會這樣說 日本政治之黑暗 就是會這樣說 所以我們講幾個概念 希望大家不要計算我們新精頭 還要仁日說這些東西 先講一下 怎樣叫做投票和提名 是分開兩件事的 簡單來說 這些叫做政治不忠 什麼叫不忠呢 就是你提名他 即是你作出一個莊嚴的承諾 但是你最後不跟他結婚 是 又或者是你令到他失身 但是又不跟他結婚 是的 又或者你明明答應了我 誰知你又去搞第二個 現代愛情是這樣的 所以你說這是民主派的現代 政治愛情觀 這些叫政治不忠 怎樣不忠呢 明明答應了你 是 理論上我提名給你 我就應該投票 都是給你 現在就名稱暗器 暗器的時候就 當然他可以叫做交白卷 即是不投 這些叫做和你結婚 但是不和你行房 即是我提名給你 但是我無論如何都不會投票給你 理論上你提名給他 就應該投票給他 那就一夫一妻 我答應了你 不然我給你 現在你就很明顯 明明提名給他 但是又不投票給他 這就叫政治不忠 政治不忠呢 又跟大家拆開一點點說 和政治不倫呢 又有些不同 為什麼不倫又不忠又有什麼分別 都有聽過有些人說 財爺不是走出來說 他贊成取消這個全港系統性評估 即是TSA 或者現在改了一個名字 叫做BCA 即是吳克劍以為改了三個名字 就以為是不同了 怎樣說都好 全港系統性評估 你應該都知道 主要是說取消小三的TSA 現在改了做BCA 又不叫復考 但是全港的所有學校都要一起考 很亂 未復考TSA 不過齊齊要考BCA 這樣的意思 曾俊華就走出來說 不如取消 因為操練也是不好的 於是有些人說 才爺好像不符合政治倫理 不符合政治倫理就是政治不倫 即是現屆政府的政策 你走出來拆 說不騙 你當時進去做什麼 你為什麼不提供你的意見 這個就叫政治不倫 為什麼政治不倫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如果你想一下 你是一個AO 你是一個教育局的官僚 明明你的管理班子 整個特區政府最高層 是叫你做這個政策 誰知道你走出來選 就不承認他 這個就不符合政治倫理 但是政治倫理 和政治不忠是有些類近的地方 就是你要選民有政治倫理 才有意義 你想一下 整班選委都是政治濫交的 是 我提名給你 但我隨時又去投給別人 或者你不要問我拿提名票 你不如到投票的時候再來求我 或者是常常說 鋪鋪稱的 逐次交易的 你在政治上講 逐次交易和一流一有什麼分別 其實真的沒有分別的 真的很恐怖 所以政治不倫不忠 都在講 你講政治倫理 你也要選委有政治倫理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回到郭榮鏗的說法 郭榮鏗的說法就是 我提名給你 不等於我投票給你 這些就叫做濫交 因為他可能是整個民主派 提名的時候 又提名胡國興 又提名曾俊華 甚至乎可能提名給其他不知名的人 現在還有很多不知名的人 不出名的人 這些就是什麼 我們民主派 總之不讓林鄭 我們都要搞一下 不讓林鄭和葉劉 總之林鄭和葉劉 除此之外 我們所有人都能搞 所有人都能給 這樣叫做隨意地去投票 這些就叫做濫交 隨意地去提名 這些就叫濫交 隨意提名隨意投票 還不叫濫交 你們有談過一個策略 你們談過一個策略 談過一個策略就是 隨意提名隨意投票 那就是什麼 就是談過一個 大家一起去滾 的策略 如果你民主派真的覺得 不是我這個人的理念 和我的價值觀 是一致的 這樣 你就可以說 那我就將我未來五年的幸福 交託給你 你政治要有忠誠 但如果你整個民主派都沒有忠誠 還要齊齊濫交 這樣 就只會出現一個大混亂的局面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 其實 回頭來 最令我興奮的是什麼呢 就是 又是說回 那個政改方案不通過 當日 民主派說政改方案不通過 是因為什麼 就算有競爭 都是一個 爛橙大戰爛蘋果 最多加上爛香蕉 總之都是爛的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說 是蘋果橙和香蕉呢 因為人大發生什麼框架 就是民主派最討厭的那個 其實是說明 特首選戰要有二至三個 候選人去鬥 即是說 不會一個 就是假到一個人 一個人 一路 對 有時候可能三個 要有競爭 要有競爭 即是說了有競爭 他這樣寫就是要證明給民主派看 就算是中央定一個框架 都希望一個有競爭的框架 當時民主派說什麼 當時民主派說這些競爭是假的 這些競爭不要要 爛橙豆爛蘋果再加爛蕉你要 那些選民不要讓他欺騙 香港人不要讓他欺騙 那現在你是不是在欺騙香港人 現在你就說 我聽到很多香港人說要有競爭 那你不跟他說這個競爭是假的 曾俊華、葉劉淑儀、林鄭月娥 全部都是現屆政府的人 胡國興都是建制派的 你不說現在是假的選舉 假的競爭 還有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當時他說這些假的東西 如果你投了一票給他 就給了認受性 市民給了認受性 所以郭榮鏗就要戴個頭盔 就說提名給你就不等於投票給你 但這個很明顯就變成一個拿彩的行為 還有我自己覺得 如果郭榮鏗連我準備去滾 我提名給你都不投票給你都趕出來 你都所謂講逐少少收溝的 那你也有問題 如果你是胡國興 然後你明明見到郭榮鏗 大家都法律界人士 郭榮鏗多謝你的提名 是呀不過提名給你不投票給你 可能你都還肯要 那你真是好恨 或者你要取悅他 你真是好恨 你要鬥到他很開心才會給你票 你真是好恨 你真是說更加是 哪有政治論理哪有政治道德 你拿了這些人的提名票 就是隨時衰幾世 是不是 你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 我經常都不明白為何民主派 要搞到自己這麼政治不忠不倫 政治大濫交 老實說 宣誓風波 宣誓事檢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我很記得的 郭榮鏗也好 那你又算不算是小學雞的行為 低廉大家想清楚